如果说上天在哪些方面对待众生是公平的 那一定是健康和快乐 无论是否身处娱乐圈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天平并没有因富有而向他们过分倾斜 2019年年末 吴彦祖在微博晒出了一组照片 并楷叹 这一年因篮尾言差点丧命 希望在今后的2020年一定要注重健康 因为没有健康你将会一无所有 最后不忘提醒大家 如果身体有什么问题 一定不要拖延 及早去看医生 就在网友纷纷表示关心的同时 吴彦祖在ins媒体上又补充强调说 感谢所有的善意 其实他已经完全康复了 之所以发帖 是想告诉人们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不要忽视身体发送的信号 一定要及时检查 并告诉人们 身体感觉没问题并不意味住健康 最好是定期要检查身体 或许是天意 好巧不巧的是 同一时间 最近因何阳密的事情被媒体曝光 而闹得沸沸扬扬的男主角魏大勋 也在元旦前一天在社交媒体贴出一张照片 照片中魏大勋满头大汗 被汗水打湿的头发一缕缕的挂在额前 还不忘摆出了一个单手脱下巴的造型 貌似是刚刚从健身房跑步后急性所发 两位明星几乎在同一时间 晒出两张内涵相同的照片 不免让人猜测 2020或许整个娱乐圈的氛围要转向了 健康问题 至于明星而言 永远是一个难以绕过去的话题 老天也并没有他们具有广泛的知名度 而对他们有所眷顾 但2019年10月到11月 注定是让所有艺人们记忆深刻的两个月 先是10月份韩国著名艺人崔雪莉自杀 紧接住11月初著名配角陈思韩心耿意外离世 随后聚和拉去世 如果说对于圈内人而言 韩国两位艺人的去世或许没有太多感触 但随住高以祥的意外离世 将圈内人此前对健康不太在意的那根弦紧绷了起来 除去悲痛 高以祥的逝世 在整个亚洲娱乐圈 都掀起了滔天巨浪 从离世 送别 至今的哀悼 一波又一波的声讨至今仍难以平复之外 留给人们尤其是圈内人的思考还是很多的 如何平衡身体和事业 怎样对待整个圈内群体的生存状态 引起了广泛而且深刻的讨论 官媒发文 公众讨论 将这个话题一再扩展 如果说11月低到12月上旬 至少有一少半的流量都在聚焦高以祥也毫不夸张 而这 也注定早早地拉开了2020年娱乐圈的基本走向 石火光阴 人身不久 算来生死难防 呼声豁灭 恰似电争光 石破形海甲和 寻得个 出世先方 这首宋代诗词或许代表了普罗大众对生命的态度 而这种态度 则一直延续至今 事关生死 没有人会轻忽 高以祥的事事 固然有组织方的责任 但明星对自身健康的疏忽也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由于职业原因 高负荷的工作强度 对这些明星而言 失眠是家常便饭 年纪轻轻就摘得影帝桂冠的流液 就曾经靠酒精和安眠药帮助入睡 曾自曝那段日子非常痛苦 而李冰冰则更是拼命 曾因出演一个恐怖片 因入戏太深 恐惧到失眠 参加某综艺节目还随身带住行李 否则睡不住 而因健康问题 频频住院甚至暂时隐退的明星也不少见 如超级女生刘希君 著名歌手朴述 当再次回归视现实 早已误是人非了 最让人遗憾的当属九十年代的实力歌星田镇了 本有一副可以征服全世界的好嗓音 和那音齐名 但是在最辉煌的时候却因健康问题销声匿迹 最近这两年才逐步复出 可惜昔日歌坛老将却难续辉煌 不得不把歌坛一姐的地位拱手让给那音 实在可惜 其实作为粉丝 如果你有心 会发现每当一人发布一条个人动态 粉丝除家有鼓励之外 呼声最大的不外呼注意身体 吃胖点 别太拼了等关心 话说粉丝也是为明星的健康操碎了心 但是明星往往不太在乎 原因无非是没有感同身受罢了 这次随助高以祥的意外离世 他们当切身感受到健康之于身体的重要性 而2019年末 随助吴彦祖 为大勋异行人的此番 不约而同对自身健康的重视 相信这是一个转折点 也同时拉开了2020娱乐圈主基调的大幕 那就是 拼健康远比拼命重要 结语 中国自古以来将轻呼声死视为不孝 上升到道德问题后更会获得大众的聚焦 这与一团散沙的韩国娱乐圈不同 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只学到了中国的皮毛 据和拉世事 我们是看客 悲痛之余 只能屠呼奈何 但随助高以祥离去 艺人众口一词的发声 平台的慎重以待 而舆论环境对艺人们这种拼命的行为的审视 不得说 2020 娱乐圈环境的改变 真的可能要从健康开始了 这种拼命的预防 因为我还能够